看看新闻网 别看宋家跟黄磊在台上抬起杠来不带丝毫有益的 其实这可是粉丝与偶像的组合 我小时候确实是我旁边这位黄磊老师的歌迷 我小时候 没有两个说小时候 不不不不你别强话你要听我说完 就那时候他说我的偶像 后来我想现在他也是我的偶像 那时候我是颜控 对吧 小姑娘都喜欢那种样子 颜值 对 现在是饭控 我觉得他做饭的这种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所以他依然是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词 虽然在发布会现场看起来宋家和黄磊 是稀奇哈哈打打闹闹的 但真拍起戏来两位实力派演员绝对懂真格的 宋家就嫁进组第一天为了一场醉酒戏 差点把自己真灌醉了 我进组第一场戏就拍一场一爽喝大了的戏 我当时说这挺要劲的 第一场就给我来这么狠的一场戏 我记得拍的时候是上午我就去到 很早就到现场 他说一会我得你什么 我得喝点 我喝点一会我拍你 我说你喝呗 我说你要喝什么 我说我让他们去买去 他说我就喝啤酒就行 我说行 他说你不用买我自己带了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喝啤酒 我开始酝酿一下 都喝了两厅了 怎么还不到我 一会儿别喝大了 商量这个戏怎么拍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喝了七八罐啤酒 已经在那晕着了 他喝了不少 好像那真是 我有一个叫他站那梯子 我给他抱下来 我这一抱喝这味儿 这酒味这大 大中午的你想想我就喝的 已经就晕得不行 我就说这我还挺不容易的 不止有搞笑的时候 这部讲述傅子情的电视剧 《黑老头》更是温情满满 一场黄磊带戏中 患有爱尔茨海默症的父亲 李雪剑去菜市场的戏 就把黄磊给眼哭了 他领到没人的地方 他把衣服脱下来 就给这个雪天老师寄起来 寄起来他领着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黄磊 真的是动情地哭 那我们真情流露这里边 这场这种戏里还挺多的 平日里总是一副接地气 模样的李雪剑 这回为了延好一个患有 爱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没开拍就先查起了资料 更不忘来个精确分析 我在网上调一些有关这个老头 这个病的一些资料 我要根据这些资料 我来判断这个剧本 给予这个人物的病情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